作詞・作曲 李宗盛 軸心的一個藝術 如果我們把日常生活串聯起來 很刻意地把它安排好 然後再加上很多的藝術的元素 把它弄得漂亮一點 把它弄得合情合理 更有藝術水準一點 那就是我們要演的戲 張曉峯女士的《顏子與妻》 還有《衛子》 團契的最後兩個戲是我幫他們設計的服裝 那時候我的設計服裝跟當時的服裝很不一樣 因為我們以往演古裝劇都一定是古典的衣服長袍那些 然後有不同的顏色 貼邊花什麼等等 我們非常沒有經濟基礎 所以團契用的東西都非常的節約 所以就買一整批的白色批布 都裁同樣方式的衣服 這樣裁縫做起來比較便宜 然後我就用染的 我用手染出腳染或者是層次染 就染出各種不同的花樣 服裝設計做了以後 我就發現我必須要去讀個博士回來 那那個時候我就去學兒童戲劇 主要還是因為我在70年代的時候 看到我們台灣的兒童戲劇的狀況 幾乎跟成人戲劇沒什麼差別 所以觀眾們很不愛看 兒童們非常不愛看 就在下面鬧鬧吵吵的 所以我後來想我如果要做兒童劇的話 我不能跟做成人劇一樣 《彩虹樹劇團》 它是一個多重障礙的學員們組成的 我們就覺得小朋友演出需要鼓勵 所以我就排了兩齣戲 《蘋果森林》跟《白雪公主》 兩個二十分鐘、四十分鐘 沒有台詞 就是用音樂 老師從來不上台 就是用音樂來指導 或者引導這些學員們 這一段音樂他們聽熟了該做什麼 那一段音樂該做什麼 所以只要音樂一轉換 他們馬上就把劇情給轉換過來 非常的壞 這是我想像不到的 我們可惜的是就是 1990年代的兒童劇的蓬勃發展 還有社區劇場 各種劇場蓬勃發展 到2000以後呢 慢慢地就消失 南海劇場如果我們只把它當作一個空間 太小看它了 應該要把藝術教育館 這個名稱要包含進來 因為藝術教育不是只是讓學生看個舞台劇 欣賞一個活動而已 它是可以更深層地引導學生 怎麼樣去思考問題 怎麼樣面對問題以後 要怎麼樣地解決 60年前南海劇場是一個多功能的空間 如果說我對南海劇場有一些期許的話 我就希望它能夠變成一個多功能的劇場 可以把生活、戲劇、藝術教育 全部融合在一起 發揚光大